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繼續回到我們即場搞到日文必答的環節 如果有事想問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發電郵過來 很方便 Email address是ask.bschannel.com 我身邊的嘉賓換到研究部的分析員 直耀輝在旁邊Stanley 早安 收到幾位家庭觀眾的發電郵 首先是解答李太的Email 想問編號3633 終於延棄 最新來說 股價方面有個不錯的表現 他說有貨,2.7就買了 應該是怎樣部署好 也看到在早派出了業績 今天反彈4% 升9仙 最新報價在2.2.8 問Stanley 阻力位又在哪裏 如果現在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基本上這隻都是燃氣股 但這隻比較被人提及 最主要本身 如果看公司的基本資料 基本上公司都是做燃氣管 進度的設備的建設 還有他會做一些 經營一些壓縮的天然氣的 汽車的加氣站 還有一些陷阱的業務 事實上剛剛都說過 這隻真的比較想使人提及 但他的股價 連初至今的表現其實不差 如果你看回他的股價的話 今年年初的時間 大概是過四到這些位置 曾經經過之後 都衝上去兩個九號嶺這些位置 當然這段時間 很多的遊戲設備股價都比較波動 所以你看到他的股價 基本上都是有些調整的 之後都落到兩個一度這個位置 事實上現階段來說 如果有一些短期的阻力位的話 暫時看看 都是兩個半島這些位置的水平 但對於這個板塊的發展 其實我看法是比較樂觀的 今天來說 你可以說股價反彈 最主要是看到一眾的遊戲設備版塊 以及這個版塊 也有一個比較不錯的表現 但對於你說 天然氣在內地發展的前景 我個人看法是樂觀的 特別就是你可以看回各策方面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看回2010年的時間 其實這個天然氣 對於內地的能源佔比的比重 大約3.7% 在12.5規格裡面 基本上這個天然氣 或者一些燃氣 對於能源佔比 將它提升到百分之7以上 所以在海見的一段時間 基本上一些天然氣這方面的發展 我覺得基本上會越來越快 甚至對於後市的看法 都比較正面 當然 這個版塊 都可以說是一些國家的政策扶持 而事實上 在過去一段時間 但我們也見到很多 例如西東書這些措施 這些政策 都對這個版塊 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隻有貨的話 這一刻先拿著貨 以及業績 之前來現在都交到公佈出來 所以變相之下 只要你說後市不跌穿2.1的話 我都建議先拿著貨 好 早前在5月16日都出了業績 他們公佈了3月底子 首季又是多賺9% 去到超過4000萬元 每股盈利是有1.6元 期內的營業額是多13% 去到7.1億 而銷售管道延期是多14.5% 大約去到6億左右 一些管道接駁收益是多了接近11% 約是超過7000萬元 整體毛利率方面 由19.9%降到19.4% 不會怕貴息 都可以留意一下 多謝你的email查詢 不如看看其他家庭觀眾的email問題 好 想繼續問Stanley 編號386 以中石來說 386 最新股價表現是8.2% 跌下一 這位家庭觀眾 Sam想問Stanley 暫時未有貨 如果要買的話 什麼價位可以買入 基本上 印象中上星期 都有偉家庭觀眾問過這一隻 事實上對於中石化前景 我基本上是比較樂觀的 特別是一些政策的扶持 以及最主要就是 程品流的機制改革的話 對於中石化相對比較有利 另外也是 好像上星期這樣說 事實上中石化在之後的發展 某程度上 公司都會叫做充足可愛市場 特別是在可愛方面 都會有比較多的 叫做充足的部署 所以這方面 對於公司的長遠發展 其實是有利的 還有在今年的2月份 最近的時間 其實公司本身 都是一些可愛市場 都已經有些充足的部署 比較實現一些 而當中 特別是在美國方面 它都可以收到一個 遊戲田的項目 所以這些因素 或者這些情況 都對於公司的 比較長遠的發展 相對都是比較有利 所以當然價格方面 這些位置 又比較少 因為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把股價 現在剛剛逼迫8.2 這是之前一個 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在圖表上面 你會看到 現在這個位置 但如果是這一刻 來算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可以回到8.6 這個位置 但如果你想買貨的話 我都建議 暫時可以先沽望 你都不妨 如果想買貨的話 一定低一點 在大概8.8 這個位置 即這位附近 先考慮都未遲 因為近日股價 好像走勢上 有點轉弱了一點 但前景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樂樂觀 所以你不介意的話 可能等到大概8.8 這個位置 可以考慮一下 好 好 不如問多一點 關於386方面的前景 好 其實之前都說了 葉岩器方面的開彩業務 都炒到火龍火龍 今天來說 遊戲設備股都炒了 如果說到386 不如先問Stanley的意見 因為看回消息 說到就是中石化 聯同其他五個企業 累計可以投資超過70億 作為一個葉岩器開彩的 砍砍業務 但是似乎那個技術 都還未有什麼突破 在這一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多一點 基本上你說 內地葉岩器的發展 你可以說兩大油企 即是中石油和中石化 就可以說不可或缺 因為很多的本身 葉岩器的位置地方 就是兩間公司 叫做控制住 所以你說他們的發展 其實是可以為之後的時間 一定會加快 其實中石化 都有些部署 我印象中 中石化都找了這個1.251 都是有些在各別的 好像四川那邊 都有開始說 開始 勘探大一個 就是有一個勘探一些 叫做葉岩器井一些的 叫做葉母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說 這個中石化 又在做這件事 但是對於油公司來計 其實葉岩器這件產物 其實你對他們有沒有利 就真的是兩體 因為本身有個 我們看看外面的局勢 一個情況 就是說 以美國為例 其實葉岩器出現之後 基本上對於油的 那個叫做 那個影響是挺大的 油價方面 所以你說對於油公司來計 你說開採葉岩器 那是一件 可能對於一些 氣價方面 可能是有幫助 但是反過來 可能會影響到 石油價格的表現 所以對於一些油公司來計 那它是不是真的這麼想 這個葉岩器做得到 其實真的 看你怎麼看 就真的兩面 但是當然 剛剛說到 你說本身現在內地方面 有六成以上的葉岩器 叫做殞藏的地方 都是在兩大油企當中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 葉岩器的發展 現在這一步 對於中石化來計 其實是 幫助未必這麼大 而且你可以說 對於這個 這麼初步的時間 事實上很多的油公司也好 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能源公司也好 基本上都可能是 暫時這一刻 都會處於可以說 是一個勘探 和一個試探的階段 所以它對於一些設備 那方面的需求量 其實是大的 但是相反 它可能會比較多 叫做資本開支 事實上 你好像說中石化 剛剛說到 70億左右的錢 其實那個數目 很小 對於你全個 我想你不要在說 這個 全球來計 甚至以開出熱岩器來計 這個投入不算特別大 所以你可以說 對於中石化的幫助 其實真的 不會很顯著 還有可以這樣說 總庫回來說 你說現在這個局面 基本上對於 兩大油公司來計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反而你說 對於一些設備的公司 一定的幫助更加之大 因為你一定要買設備 才可以做這個 開採 試開採 這些情況 所以變相 你可以說 對於油公司來計 幫助比較輕微 但是對於一些遊戲設備的公司 可以說 有一個比較大的商機 OK 你說到油田設備方面的股份 其實這個版本真的升了上來 繼續 196 雲華集團在下個9月日就會隨正 現價方面 就升了超過半成 升一毫九指報 3.74 另外 3337 按通油田服務來說 升近6%多 升三毫七指報 6.62 1.251 升超過半成 3.303方面 都是升近3% 這個版塊 一直都看好了 Stanley 還有很多炒 看到196方面 下一個9月隨正的話 今天如果再買的話 我不要站 基本上這個版塊 你可以說 長投長有 因為正如剛剛都這樣說 例如內地方面 你如果先單個內地 你熱銀氣 真的要開始在這段時間 開始加大投入的話 其實變相對於一些設備的需求量 其實大了很多 但在全球來說 不單單說中國 但事實上 很多地方 在過去這兩年左右的時間 都加大了對於能源開發方面 有比較多的資金投入區 例如委內水拉 甚至俄羅斯 所以對於這個版法來算 可能未來這兩至三年左右的時間 雙機的機遇都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版法 你可以說 基於這個因素的達前提之下 這個版法基本上 這個義務的發展 其實就不會怎麼猜的 特別是好像文華 當然文華的股價 其實在這段時間 相對來的比較落後 比較像華油能源 1251 甚至安東牛田 都是比較落後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本身 因為公司 都受到比較多 一些高管減市 和之前都試過 配合股股有關係 但始終你可以說 公司 對於今年的目標 的看法 都是比較常理正面 比較常理進取 所以股價 雖然這一刻 都是比較落後 但問題是 如果在之後的時間 都不排除追落後的概念 只要公司 你壞後 交成比比出來 我相信它的股價 是有機會將上來的 好 要買 叫做什麼價位買呢 回到196方面的情況 好像 在一條一百天線 好像拉扎幅波動 沒錯 怎樣部署好 是不是可以 都升回4元 這些位置 其實上升4元 真的不難 坦白說 現在和4元 大概是 6、7元 都不是太多 但要留意一下 本身文化 經過這一輪的調整之後 其實股價 已經跌穿了 之前的一個上升軌 所以關鍵 就是能否股價 重上回 3.8元 附近水平的位置 所以如果 看看這一段時間 雖然大前提出 對於這一隻股份 我本身都是看好的 因為之前都在一高度推介過 而且你可以說 對於遊戲市被股來計 文化 都不單單專注於內地市場 它都是專注於可愛市場方面 所以在前面方面 其實我對這隻股份 都比較常看 依然比較樂觀 但只不過 如果這一刻 現在進行追貨的話 我建議 先讓這個股價 能夠重上 3.8元 整個水平的位置 才會追貨 這一回合追貨的話 這一刻 還會有些變數 但如果這個股價 有機會在之後的時間 調整 3.4元 附近水平的話 我覺得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好 謝謝Stanley 在這一隻股份的分析 謝謝 我們不如跟大家說 市況的情況 現在這一刻 恆生指數 真的沒有什麼方向 不足夠一點 去到22,619點 成交今天 180億 另外 國企指數跌兩點 到10,719點 今天星期一 上個星期就好像大跌 普通散戶好像都怕不敢入市 加上日本股市方面 好像都日月跌越多 剛才看到 四百多點 怎樣部署 就是港股方面的情況 基本上 你可以說日股 都比較影響市場的氣氛 但對於港股來計 始終你都可以說 是跟著A股的表現 但事實上這一刻 你見到A股都好像 它是又不升又不跌 所以變相 市場的公貌氣氛 其實是越來越濃厚 我也相信 除非A股方面 可能在之後的時間 有些比較大的突破 否則 似乎港股在這一輪 都比較難把出一個 集福真實的格局 好 像上星期一樣 維持一個 炒股不炒市的看法 謝謝你 Stanley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兩位分析員和主持人 會和大家聊天 有問題想問 現在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就是 204-6566 最後和Stanley做申報 港股費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直播環節 繼續 沒有家庭觀眾 不要走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